这也代表了郭京涛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找这样一份工作的一个原因 小郭呢 大家看他的报名表 学这个的 然后呢 干了四份工作 也都是这个岗位 摄影师 薪资呢 七千到一万 一万到一万二 一万二到一万五 它其实涨的幅度在杭州那里来讲 其实不算高 很慢 你在报名表上写下你期望的薪酬是两万 离职的原因五花八门 有的公司倒闭 有的薪资问题 有的发展需要 看完你的资料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你现在对于你未来要走的这条路 产生了一定的焦虑和迷茫 是吗 是有一点 深深地咽了我痛 是有一点 就是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摄影 现在呢 其实我更多的是拍的是视频 虽然说视频跟照片有很多共同之处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另外就是现在因为短视频在风口上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放弃一些艺术上的追求 更多地去 去吻合市场 吻合客户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短视频的风口会到哪里 所以我现在发展方向上 其实还是有点迷茫 就是我以后到底是往 摄影方向走 还是说往视频方向走 这确实是一个迷茫的点 很不认同小郭说这个说法 就是说市场和艺术 他认为是矛盾的 然后我追求市场就结构不了艺术 我认为不对 那砸大起来的画 我是搞熟画的 卖得很贵 它是不是商业价值很高 它的艺术价值高不高 耳术能详 所以你说 好像我追求的市场就不能追求艺术了 我很 我很不认同 你这个话听上去也是很有道理 所以这没什么纠结的 你自由艺术达到一定高度 你商业上才能取得很大的价值 也有很多我们现在员工问我 就是有很多省市问我 就是到现在这个时候 自媒体时代 照片它和文字是一样的 就是你过多少年 再回来去看照片的感觉 和看视频肯定是不同的 都可以坚持 都不会被淘汰 就像我这样子就浑过来 我真的不浪费